字幕提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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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LK的肌瘍 佔在非小細胞癌中 大概5至8% 現在來說 有很多ALK的標榜藥物 可以選擇 一般來說 ALK的病人 全域的中位數 比起其他類型的基因特變 或者沒有基因特變的病者 其實是長很多 情況也不太悲觀